这一位同学他问的修学过程中出现障碍 如环境的逆缘干扰 身心的疾病苦痛 等等影响修学 此等修业如何忏悔尽致 你问的很好 确确实实根本解决消除障碍的办法是灿除业障 普贤菩萨交给我们了 这个舍大愿王第四愿就是灿除业障 怎么个灿除法呢 舍大愿王其他的九条都是灿除的方法 那个十愿也是非常微妙啊 每一月里面都含是其他的九月 这是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一切一切 那我们特别重视 灿除自己的业障 从哪里做起的 礼尽做起 这个赞叹做起 供养做起 那么自己的业障到底是什么 你总得要想到 如果要自己业障 不知道什么叫业障 你这个忏悔 你不能得利了 你总要想到业障是什么 业障的根本 就是我知 我记 为时经论里面讲的 莫纳是四大烦恼长相随 这业障的根本啊 莫纳是执着 一时是分别 二来也是仓库啊 寒藏啊 所以 第七十这个意识叫 远悟义 它是业障的根源 金刚经商 叫菩萨 一定要破 五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就是破这个业障啊 一时起的作用 共告我慢 我记 我爱 我慢 他都跟着来的吗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你就懂得 贪嗔 吃慢 疑 我记 这六个根本烦恼啊 是我们业障的样子啊 离尽祝福 就是对一切众生 修离尽 破除我们的傲慢 这六个根本烦恼 对之慢的啊 赞叹 是对之我们的嫉妒心啊 毁谤啊 嫉妒毁谤啊 怎么造的这个业障啊 广秀供养 这是对之我们的贪欲啊 所以 四十六度 是大愿望 就是消除业障的方法 啊 忏悔业障啊 具体的 修学条目啊 我们要不认真 修修学 你的业障 怎么能 颤处得干净 啊 所以要想着 啊 佛教给我们 哪一个方法 对之我们 哪一种业障 这个才是根本 啊 那有根本 当然也有直摩 能够本末 兼致呢 往往受的效果 就更殊胜 啊 比如环境里面的 灭源干扰 啊 卧人干扰 我们一时 没有这个智慧 德能 不能感化他 怎么办呢 怎么远一点呢 啊 这是什么 这是从 这个 这个 织墨上 去做 啊 我另外去找一个 修学环境 我离开这个环境 我没有能力 感化他 那我就 去选择一个 适当的环境 啊 这是从织墨上 说的 选择另外一个环境 还是要在根本上去修 啊 不能四四度逃避 这个对于自己修行 不会有进步 啊 只是减少一些干扰 自己啊 好用功啊 这个才是真正修行 啊 如果 一味啊 去逃避 自己不能真修 你的业障 消不掉 这一生能夺过 来生夺不过 还是会有道理 啊 一定要修养自己的德行 啊 成就自己的真实智慧 才能解决问题 啊 因为业障 他生生世世跟着你 这个很麻烦 啊 能躲过业时啊 不能躲过长远 啊 所以 也要听一种功夫 谢谢观看